11月29日 欧中议会人权五人会 就中共持续大规模活摘良心犯器官举行听证 2019年 曾经独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中国法庭 法庭主席尼斯爵士 以视讯方式出席作证 位于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 是全世界首个调查 听证和审理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 独立人民法庭 在2020年3月发表了书面判决指出 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 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群体 而且可能是主要的器官来源 英国外科医生埃略特表示 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比器官捐赠者的人数明显要多 而且欧洲地区等待移植器官的时间是几个月或几年 但在中国只需要等几天就能移植肝脏肾脏等器官 只能推论这些医院存在着秘密的器官工体库 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在听证会中呼吁欧盟以及国际组织采取联合行动 共同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 并谴责中共对中国圆明进行的大规模谋杀 新唐亚太电视张瑞珍总理报道 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 Chairman First of all